中广早报新闻 投版头条焦点都放在昨天 检方认证真的有洋网军 而且这个是绿营的网军被抓出来了 卡申杨慧如涉嫌在网路上呢 带风向发文带风向 而且还发包给别人 一个月领一万块钱 今年中时联合投版头条 自由时报我放了一到十六版 至少在北部版 一到十六版通通都没有这一条新闻 另外投版二题的部分呢 今年放的是美国因为总统川普 签署了两个涉港法案之后 大家都在看中国大陆 现在北京方面要如何加以反制 昨天出来了 第一波呢是暂停审批 美国基建到香港修整 这条新闻中时联合有之一头 也放在投版二题 所以今年翻开中国时报 投版头条呢 以及投版二题的新闻 通通都是一样的 而自由时报今年投版头的焦点 跟别人不一样 放的是澳洲现在有一些 反制中国间谍的最新做法 这是今天早报自由时报 放在投版的新闻重点 马上来听这三条新闻 各个报纸在投版的进一步内容 联合报今年投版头条说 苏启成之死 杨慧如假许席带风向 卡神故网军护卸长庭被起诉 喜白卸长庭啦 就是当网友呢 可能在发文当中质疑的时候 就马上会有他的网军 利用自己很多个ID去发文 要求大家去推广 讲一些可能对于谢长庭形象会 比较有助于拉回来的一些发文内容 这是今年联合报的投版头条 中国时报投版头则说 网军假新闻害死了外交官 现在司法认证 卡神是元凶 今天中国时报的投版头条 内文当中两个报纸都提到 包括了联合报投版头说 日本关系机场去年因为燕子台风 清洗关闭 我驻日大阪办事处的前处长苏启成 因为受不了舆论压力轻生 他被地检署调查认定 卡神杨慧如支付一万块钱报酬 指示网军蔡福明等人 替驻日代表谢长庭辩驳 制造我驻外人员无能的假讯息 操作网路风向 昨天依照侮辱公务员 以及侮辱公署罪提起了公诉 包括杨慧如跟蔡福明 通通都被起诉 而蔡福明坦诚 他拿了杨慧如一万块 不过杨慧如在检方 征讯的过程当中强调 这笔钱我真的给他一万块 但是跟推高调 没有对价关系 说我单纯请朋友吃饭 然后给他一万块 不过当然这样的说法 检方没有采认 所以最后还是提起公诉 杨慧如曾经是谢长庭选举时的 网路执行长 蔡发文PTTP大阪办事处 这个才是蔡福明 因为杨慧如跟他约定 叫他借由网路散播舆论带风向 所以他用IDCC的账号 这是蔡福明用的 在PTT上以 大阪空港疏散事件相关资讯发文 说谢长庭根本管不了大阪办事处 痛骂大阪驻日代表的态度很恶劣 到了该死的地步 讲难听一点 是党国余孽 这些资讯还欢迎网友去转发出去 杨慧如透过赖群组 还有很多所谓的网军群组 包括高雄组 以及其他的群组 也都被检方正习 这是所谓的网军群组 杨慧如自己一直都否认他是IDCC 他说PTT在发文的时候 他跟朋友在吃饭在聚会 因为蔡福明没有网路 才把手机的热点分享给他 所以最后IP查到是他 但是他说他不知道发文者是蔡福明 只觉得他文章写得很好 值得推高调 所以才在群组里头 请理念相同的朋友分享文章 没有带风向 这样的说法 检方也是不采认的 没有被检方接受 这是今年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中国时报头版头下半版面则说 关系事件当中为谢长廷辩驳 杨慧如只是带风向下线 每个人每个月一万块 对此外交部也有了回应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 因为全案进入司法审查 外交部尊重司法 不过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 昨天在脸书上发文说 蔡政府放任网军 害死我们的外交官 竟然只有尊重司法这样一个回应 他要求一定要秉公彻查 还给苏启成处长 跟家人一个迟来的公道 到底这么大一笔 雇用网军的钱是哪里来的 背后主要出资者 或者是黑手是谁 外交部有没有施压 有没有官官相互 让自己的同事蒙冤而死 这些事情他说 他如果当选的话 一定会彻查到底 今天在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 那也当然 中时联合还有很多不同角度 我们一一来听 中时三版版头说 绿营的网军带风向谢长廷 应该要负政治责任 检方连两天打脸 芒果干事自导自演 这是今天在中国时报三版的标题 当然所谓的自导自演 把过去包括了这个间谍案 王立强的案子 以及今天在卡申杨慧如的部分 都把它连在一起写 说其实通通都是自导自演 芒果干是假的 今天中国时报在三版当中提到 高雄高分检认证九二共事 不是一国两制 北检又起诉卡神杨慧如 说他在网络带风向 加上王立强共敌案 也是一出闹剧 所以等于宣告 民进党贩卖的亡国感 通通都是骗人的 把责任推给苏启成 再用网军攻击1450 是金A 是真的了 说蓝营立委要求谢长廷 立刻回台说明 消灭假新闻 民进党做贼喊抓贼 涉嫌逼死 苏启成 网友骂翻了 起诉卡神 拼图越来越清楚 监察委员说 他们其实不惊讶 因为当初监察院 把案子送给检掉 就是知道这是有问题的 检方确实调查之后 拼图也越来越清楚 前从哪里来 检警应该把藏镜人 给揪出来 这是中国时报资深 司法记者陈志贤的特稿 标题说 检警要继续查下去 不能够到此为止 律营立委很低调 表示一切尊重司法 这是今天中国时报 在三版的部分内容 联合报三版版头 则把卡神放到了大标题 卡神操刀 十个网军阅领 一万块带风向 换句话说 一个月花十万块钱 就可以去操作一些 网络议题的走向 联合报说 杨慧如下线 蔡福明等人 共用这个账号 叫IDCC 用这个账号来发文攻击 被检方起诉 而律师跟绿营 也相当有渊源 这两个人的律师 杨慧如的律师 陈伟仁 曾经是民进党 嘉义县党部律师顾问 原本在法务部 政策蔡壁仲的律师 事务所任职 后来他才接手业务 而蔡福明的律师 陈泽嘉 是现任嘉义律师工会 理事长 现在协助立委 陈明文 处理高铁遗失 三百万现金案 诉讼的经验 非常丰富 所以联合报 把他连结在一起 说你看看 这两个人请的律师 跟绿营方面 倒是颇有渊源的 另外在联合报的 下半版面 把杨慧如过去 一些比较争议的言行 也做了整理报道 杨慧如曾经开价五百万 跟大家兜售人头账号 今天在联合报 回顾过去杨慧如 他早就被网络上归为 是挺英网军 挺小英的网军 三大系统之一 过去在2008年 谢长廷代表 民进党角逐总统的时候 杨慧如受邀 加入竞选团队 出任团队的网络执行长 当时他自己也不讳言说 2004年他曾经丢出 人生第一份履历 给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马英九 但是没有被录用 谢长廷当时也肯定说 谢谢马英九没有用他 他才有缘跟杨慧如 一起上班 不过回头来看 看起来 马英九倒是相对比较英明的 另外联合报 在后半版面也整理了 他在近几年 比较不好的 风平的一些形式 2018年地方大选期间 传出他不断的找候选人开架 说你只要每个月花500万 我就可以动员首相 500到1000个PTT的人头账号 去帮你带风向 随后呢 PTT八卦版 在同年8月份就公告说 杨慧如经营多重账号 恶意破坏看板的风气跟秩序 直接把他的账号Slow 他在PTT上活动 都是用Slow这个账号 以及分身账号 列为不受欢迎的使用者 禁止在八卦版再推文 不过没关系 他手上有500个账号 他根本没有怕哦 所以你锁了我这个 我还有别的可以上去留言 可以去发文 而Norway今年疑似买 1450网军事件之后 台大PTT实验方 陆续去清除一些异常的账号 当时就有网友归纳说 八卦版上有所谓的 挺小英网军 有三大系统 他身杨慧如也是其中之一 这是今年联合报 在内夜说的一些 这近几个月以来 这个关于杨慧如在网路上操作 引起的一些争议话题 联合报另外记者李光宜 还告诉您哦 如果您对网路操作带风向 这样一个方式啦 运作的模式 不是很清楚的话 我们来听听看哦 说绿营的网军操作 有四种模式 包括假导戈 真卧底 假脑粉 真反串等等 第一种 假导戈 真卧底 记不记得前几天 有一个韩国瑜的粉砖 倒戈突然变成韩黑 变成阴粉了 舆论大作文章说 这个韩粉是因为 对韩国瑜很多表现不满 不过呢 今天联合报记者李光宜说 如果你了解粉砖的运作模式 就知道 倒戈的可能性非常低 换句话说 很有可能哦 这个是反串的 是假的 另外一个 运作模式呢 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表面上成立粉砖的目的 跟政治目的不一样 可能是一些在地的生活粉砖啦 但是你点进去看之后 就会发现哦 他分享地方讯息的同时 会投放大量的广告 而这些广告 通通都是候选人的广告 又或者是 完全针对国民党 某位立委参选人的攻击 这个就叫做 挂羊头卖狗肉的粉砖 未装成生活用意 其实主要的是 希望能够打击对手 另外一种是 假脑粉真反串 最具体的例子叫做 谢政武跟谢祖武事件 记不记得 之前律师谢政武 在他自己的政论节目上 大骂韩国瑜之后 他的粉砖就被灌爆了 甚至还有一些 这个韩粉呢 大举去进攻 艺人谢祖武的脸书 去让大家觉得说 原来韩粉都是脑残 连谢政武 谢祖武 傻傻分不清楚 其实是反串 故意去污名化 或者是故意去抹黑这个韩粉 说这种呢 也是另外一种 这个所谓的运作模式 大部分都是假账号 免洗假账号 脑粉是刻意塑造 而不是自然形成的 另外一种是制造意见领袖 一个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可能超过上千百个乡名 例如呢 最近在PTT上 有一位挺蔡英文的财经界 女媒体人 脸书文章常常一被转载 就被推爆 而且下面都写的说 啊你写的好棒啊 好精辟等等 比较易美的言词 说其实啊 你网友去分析推文 就发现 快速推文者重复性很高 这个意见领袖 其实就是被网军拱上来的 如果我不断不断推爆你 大家开始注意这个ID 注意他的发文 他很快就会成为网络名人 甚至成为意见领袖 好这几种操作模式呢 提供给大家参考 联合报 把它整理的相当清楚 好再来 蓝银说 杨网军前从哪里来 谢长廷必须要讲清楚 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韩国瑜昨天接受 电台专访时特别提到 现在黑韩手段 向欧美最厉害的选举方法 剑桥分析 非常凶猛 而且没有道德限制的策略 把经过大数据 跟网军分析之后 开始全面攻击 在美国制造很大的轰动 谢拉蕊是一个案例 韩国瑜说 他被贴上骗子的标签 想要翻身 想要证明自己不是骗子 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接下来主持人问他说 那你是不是所谓草包呢 这个韩国瑜说 我怎么可能是草包 大家选我出来当高雄市长 他说他自己不是哦 好 这是联合报 今天在三版的一个配稿 好 网军的新闻呢 以及这个所谓剑桥分析 今天中国时报在二版页 一样做到了大标题的位置 今年中时的标题新闻当中 提到背基草包 韩国瑜奉剑桥分析的翻版 他说呢 这个他过去主张 最近也希望选民针对电话民调 能够回答唯一支持蔡英文 这是策略并不是玩笑话 不要让假民调打击支持者的信心 他说是因为现在太多人 在网络上操作了 而且他强调说 我这个就叫做空城记 让支持者呢不要上当 好 今年中国时报 放在三 二版版头 而且中时还说 非典型的打法来对决小英 韩国瑜召唤明星 立抗民调佛蒂摩 佛蒂摩 好 这是记者黄福奇的特稿 另外两个话题是 杀石案 昨天韩国瑜怒告黄国昌 而且炮轰NCC 他说现在NCC到底在做什么 难道变成脏兮兮了吗 难道只管这个在野党 完全不去监督媒体 不去规范管理 这是韩正英的说法 台非安送检掉 韩国瑜炮轰 绿营很像吸毒上瘾 这是中国时报 今天的二版大标 其他选战话题 还有蛮多的 要不要快速来扫描一下呢 我们先听到 是今年苹果日报 周周民调 韩国瑜呢 在叫支持者反串 说你接到民调电话 就回答唯一支持蔡英文之后 昨天最新的民调 第一份出来了 这是苹果周周民调 蔡英文跨越五成 韩国瑜跌破两成 剩下19% 韩国瑜落后32个百分点 当然这是创最大差距 在韩正英说 你看吧 这是我们叫支持者 回答这样一个操作模式 所以这个数据 当然不值得参考 但是呢 学者说 其实 内外利空 伤害韩国瑜选情 也已经差不多了 韩国瑜的支持度 就到这边了 到顶了 应该是最低点 不会再低下去 但是如果说 这样一个操作 会影响到民调模式 很多民调专家 也说还不至于啦 我们自己还有别的题目 别的题目 你其实可以探测到 到底选民的支持意向 是什么 88%不受 共敌案影响 韩国瑜说 让绿营开心到选前吧 大家继续回答 这个唯一支持蔡英文 不过当然也有一些专家 说你看还有19%的 韩国瑜支持者韩粉 没有听韩国瑜的话 代表其实 他并没有这么大的 一个影响力 当然每一种说法都有 要酸他的人 也不在少数 今天在内夜这份民调 还有一个可以重视 还有一个可以观察的是 在政党票 以及政党认同的部分 完全执政可能不容易 因为根据选民 最新的民调说 大部分 44%的选民认为 总统跟国会 不应该是同一党 应该要有所谓的 政党制衡 如果真的反映在 选票上的话 现在绿营希望 能够国会跟总统 同时达到多数 总统选上国会过半 这样的目标 是有一点挑战的 这是这一份民调 另外做的一个部分 绿营的选战话题 昨天蔡总统 服选苏正清到屏东去 强调屏东是我的故乡 故乡不能输 唯一支持苏正清 而郑朝明埋怨民进党 顺位第一是我 而不是苏正清 现在瞧一瞧 反而所有的这个党政大佬 通通都去帮苏正清 服选了 在相同的造势场合 上屏东县长 潘孟安 对民众宣布说 高节确定延伸到东港 两年之后 确定路线 不过高雄市的副市长 现在代理相关业务的 这个高雄市副市长 李四川 他昨天立刻在脸书回击说 我是高雄市现在主政者 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交通部再弥补一下 说真的 屏东有提出申请 我们现在只是说 计划还在审议当中 等高雄送出一些规划 我们就会审议通过了 这个话先讲在前面 今天在润营的造势场合 通通都有提到 说蔡总统昨天回房屏东 雇票 在捷运的支票部分 排猛安说 高节延伸到东港 两年之后可以确定路线 在蓝营部分的话题 昨天也是在 很多的民众支持者当中 韩国瑜到各地区服选 不过最主要大家问他的 还是沙石案 或者是台肥案等等 所以今天剑报部分的内容 都还是针对这些弊案 自由时报 今天的政治焦点版说 韩国瑜最近鼻青脸肿 侯友宜昨天给他建议 他说男子汉要拼下去 选举有太多对立 冲突面对挫折 要勇敢承担 这是自由时报 放到政治版版头 侯友宜要帮韩国瑜打气 但是有一点点 你放在版头 你看这样的标题就知道 其实有点不怀好意 就是意思说 他好像挺不住了 这个不够男子汉 所以侯友宜叫他 要当男子汉就要拼下去 下半版面还有 这个国有地疑似 被沙石场 占为自家地 国库署长说 感觉上一直被李家圈地 赖清德昨天叫选民 勇敢站出来守护主权 他说共产党已经到 我们家门口了 而批评民进党 想要修第三次牢基法 但是却不敢讲 国政顾问团的 这个团长也是 韩国瑜的副手人选 张善政 他昨天直接说 韩国瑜当选之后 我们会大翻修 一例一修 进行更多的弹性 宋正寅表示 要启动宋大哥 开讲直播 向民众说明 亲民党的施政蓝图 还有一个话题 今天在中国时报 做了蛮大 吴一农 之前批评 蒋经国是坏人 还说蒋经国 害他爸爸没有工作 那蒋万安 他的竞选对手 昨天没有回应 蒋万安说 蒋经国是台湾民众 最怀念的总统 也是他效法的对象 他想要做实事 不想要打口水战 而吴一农 昨天出示当年的报纸 证明他的爸爸 确实被中研院拒聘 因为很多人说 你是这个 你的爸爸吴乃德 他当时 是1987年拿到博士 而蒋经国 1988年就过世 1988年过世 你1987年才拿到博士 他怎么去 害你没有工作呢 但是吴一农 就拿出报纸 说你看报纸这样写的 所以双方各有说辞 还有一个 这个选战议题 也是跟政策有关 自由时报今年生活版说 花冬快重启地方乐见 学者保留 李克松表示 台九线陆续拓宽 应该考量到新路线 对环境的影响 还有经济效益 交通部要重启 花冬快速道路计划的 可行性评估 花莲跟台东 都表示乐观其成 但是学者认为 现在台九线 已经陆续拓宽了 要考量到 对环境的影响 当然这一个 道路花冬快重启 也是选战前的一个 这个等于是 算是利多 或者是政策方面的一个 支票 所以今天自由时报 倒是相对中肯 把地方的这个乐观 跟学者保留的态度 做了一个配合的报道 好再来听到的是 今天的在内页方面 柯文哲说 如果说第三势力 没有办法合作 不能跟柯文 郭台铭合作的话 没有关系 像托育政策 国会组成 这些我们可以合作的部分 就合作 不能合作的地方 就各做各的 第三势力 还是有他们合作的一个模式 再来听到自由时报 今年头版头说 剑指中国渗透 澳洲成立反间谍小组 要投入超过18亿台币 反制外国势力干涉 前情报总监市警 中国要接管澳洲政治 外传拒绝中国吸收选议员 有一个华裔的车商 离奇身亡 死因不明 而澳洲媒体直言说 这件事情是北京 企图渗透澳洲国会的迹象 澳洲媒体披露 自称中国间谍男子 王立强投成事件之后 当然今天自由时报 没有提到说 后来被认为 他的情报价值很低 今天自由时报直接说 在澳洲当局 非常重视中国间谍 外国势力干涉跟威胁 所以现在呢 要投入台币18亿元 成立一个安全情报组织 今天自由时报 放在头版头条 汪报头版头 告诉您台胞纳宝 大陆开大门 大陆选前会台再加码 明年拿居住证就可以享有养老 以及医疗保险 大陆人力资源跟社会保障部 以及国家医疗保障局 联媒公布了最新的规定 从明年元旦开始施行 重点包括 哪有居住证者 立刻可以纳入社保 社保户口可以攜带跟保留 缴费不到15年回台 可以先保留起来 之后你如果再去大陆 就可以累计 受雇的台籍员工一律纳保 港澳台大学生享有医疗保险补助政策 比照大陆居民享有的待遇 当然这个是大陆的会台政策 今天在内业当中也有一些担忧 旺报三版说 有条件的豁免养老跟失业险 但是两岸沟通中断很困难 台商担心成本增加 台胞担心影响到就业 台商跟台胞反应不一 有人认为这是大陆方面 对港澳台居民落实国民待遇 也有人担心说 企业营运成本会因此提高 台湾人在大陆想找工作 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你的成本增高了 大家可能不见得想要去请你了 这是当然正反方面 反应都有 来配合这一则报道 再来听联合跟忠实今天的头版二 联合报的标题说 美国涉港法案大陆大动作暴富 暂停审批美舰机赴港修整 而在习近平方面 则是公开批评美国干涉 他们的内部事务 中国时报今天说 香港的这个设台法案 美国在通过之后 现在北京寄出了反制措施 美国军舰以及军机到香港 休整申请大陆喊咖 这是中国时报 今天的头版二题 在美国国会力挺香港人的 这个争民主之后 现在习近平 以及中国大陆外交部 有最新的说法 同时除了刚才提到 美军舰机赴香港补给申请暂停之外 另外还针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五个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 不过到底要怎么制裁 现在具体的办法并没有出来 大陆大方面则强调说 这只是陆方第一波的反制 美国你要赶快收敛 不要忘记解放军就驻扎在香港 好放狠话 今天中国时报跟联合报同时都看到 那一方面联合报说 习近平揽外援 中俄同声媲美 香港人权法案进入北京之后 昨天习近平说 这是干涉内部置物大错特错 习近平现在人在俄罗斯 他公开批评 而且俄罗斯也力挺中国大陆强调 两国的立场是一样的 应该要继续密集的协调 密集的沟通 大陆反制美国外传贸易谈判又中断 不过今年清晨白宫方面 以及美国总统川普的推特 都还是对外释放出比较乐观的消息 说应该有机会可以如期的签协定 继续来听自由时报 今年头版的中间版面 来听听看 到底还有哪些重要的新闻 自由时报 今年头版下半版面 有包括芳香记藏针孔 狼尸偷拍女学生 这是桃园私立六合高中 有个女同学上厕所的时候发现 在厕所里头除臭的芳香记盒子 怎么有电线呢 进一步去看 竟然有针孔摄影机 所以学校一查调阅监视器 发现是国中部绍兴男老师 他去装的 男老师也坦诚了 所以警方依照妨害秘密罪 将他含送地检署争办 好 今年自由时报下半版面 有花东快重现生机吗 交通部明年重启评估 立法院交委会临时提案 刚才有提到 在学者以及地方方面 反映是不一样的 这则新闻呢 今年联合报配合高节延伸到东港 高频过招的新闻 放在二版的下半版面 再来听到自由时报 头版中间有说 中州科大机械所被停招了 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的硕士班 很多学生论文写的是 命理拉以及夜市观光 社区志工满意度等等五花八门 跟他们的科系 智慧自动化工程系 工程技术硕士专班 这样一个学系 跟他们的论文题目 明显搭不上 所以自由时报说很扯 自动化论文竟然写命理 最后被教育部审查之后停招 毕业论文 接下来会纳入教学品质查核 这是今天自由时报的 头版中间版面新闻标题 自由今天头版照片 是入冬以来第一波冷气团报道 和欢山的冰柱 在很漂亮的风景 在树枝树叶下面有冰柱 好像一幅画一样 今天自由时报放在头版 给大家来看 好 以上是今天早报 综合性报纸头版的新闻焦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头来听财经报纸 还有内页新闻重点 7点49分 上班上课 不要迟到 注意时间 还有天冷哦 外出记得要把外套穿起来 7点49分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剥开云雾 嗨 我回来了 好 我想要先整理一下我的包子 今天要讲什么 卡申 杨慧如 对 我觉得 网圈带风向大家都知道 但现在等于法院认证了 这件事情不可以直到杨慧如为止 你想都知道 杨慧如后面一定有人 那杨慧如后面是谁呢 那你执政党不能够 说尊重司法 什么都尊重司法就解决了吗 你现在是执政党 你不是很讨厌假新闻吗 之前不是讲的义愤填膺吗 所以到底背后至今是谁 幕后黑手是谁 直接指挥者是谁 你就算司法最后证明说 杨慧如就是一个投机分子 他到处都售 他跟蓝也都售 绿也都售 也都没有关系 你就是去查嘛 最后还可以还你绿云清白 不是很好吗 所以蓝绿都要盯这个案子 不要轻放 我要还要留下来讲一个是刚才没有念到 这内液的新闻 台湾事办泰国国民来台免签 我们给对方好多好多的善意 给了很多方便 但是你看看人家怎么对我们 不但要求财力证明 而且还有很多上网的限制 申请的限制 我觉得我们政府丧权入国 7点50分 欢迎回到中文早报新闻 我是谢燕荣 继续来听今天的经济日报头版头 新评价机开始拉货咯 苹果练夏季不淡 这是今年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大标 讲的是iPhone SE2明年先发 包括伟创红海大力光 等于是吃了这个大补丸 今天经济日报在头版提到 苹果2020年第一款智慧手机主打 新兴市场的评价版iPhone SE2 这个月开始备货 明年第一季发表 出货量估计2000到3000万支 伪创印度厂拿下多数组装订单 红海在印度的代工新机 也受惠很大 还包括大力光的零组件 明年第一季 有机会因此淡季不淡 工商时报关心的是 联发科的5G订单 报单明年6000万套 法人说包括OPPO 以及Vivo 华为这些单子追单的影响之下 明年手机晶片出货量上修超过两成 包括了苹果链 包括了联发科 都有好消息 今天工商经济分别放在头版头 工商头版下半版面告诉您 美股超牛 因为圣诞行情要来了 有机会缔造20年来最大年限涨幅 台湾11月PMI加速扩张 15月以来最强 15个月以来最强劲 新复发前进青浦造证 跟润龙联手杂77.25亿元 计划开发总销售 超过170亿元的大型建案 新复发集团最近买地超大手笔 买好买满买了很多 而最新说 他跟润龙联手杂77.25亿元 要开发大型的建案 工商轻跳二版版头 广达合硕南向布局 后发先制 强补助末班车 电动机车大卖 台股金属年八大头顾畅高 看好的 另外川普麻烦大了 弹劾下台的声浪高 这是工商时报 今年内夜预告 经济日报 今年头版二题 关心的是油价 油国放话要扩大减产 国际油价狂飙 OPEC Plus 5号协商是否延长协定 伊拉克声称 不排除还会有动作 刺激油价期货 一度涨超过两成 这是今年经济日报 头版二题的报道 赶快扫描一下今天社论 今天社论其实蛮妙的 因为是浓浓的选战结束的氛围 好像垃圾时间一样 包括挺寒不渝余力的中国时报 忠实社论今天标题是 蔡英文如何面对选后的两岸乱局 内文当中说 现在蔡英文总统民调大幅领先 不是没有机会赢得胜选 她要蔡总统想一想 选后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 两岸没有办法和解 台湾就是大输家 操作选举会让绿红失去 寻求双赢的可能性 中时出现这样一个社论标题 我还蛮惊讶的 因为毕竟选举还有 这个30多天还没有到结束 另外联合报社论则说 王国感救得了蔡英文 救不了台湾经济 联合报则是从王国感切 说确实她帮蔡英文的民调声望 拉起来很多 但是台湾经济该怎么办 什么叫做王国感 台湾人民在经济体感 跟意识形态之间拔河 似乎忘记要活下去 忘记生存的意义 另外在自由时报社论则是看 习近平的诸多不顺 诸事不顺 从美国签两个对港法案之后 以及说捷克现在跟大陆关系也不好 台湾看看各国表现 应该想一想 自己不要再去迎合中国了 应该对中国劲逼 这是自由时报今天的社论 经济日报社论则说 印度退出RCEP的启示 我们应该来看一看 说可能代表说 接下来其他15国家 很快就会签了 其成已定 那台湾要做好准备 工商时报社论则提醒 世贸组织WTO 现在可能会瘫痪 最主要原因 一个是美国不出钱了 它是最大出钱国家 加上现在川普很多政策 其实都违反WTO的规定 12月10号有一个开会 这个开会将会决定 WTO最后的一个生存 所以是存亡的关键 台湾也要做好准备 这是财经报纸 今天社论几个提醒 跟这个报道 香港情势自由时报 今天在政治焦点版说 人数增加 香港人的居留门槛 政府可能要开始检讨了 因为现在太低 投资600万就可以 立委执意太宽松 如果有人渗透的话 该怎么办 联合报财经版面 汽车进口零件降税 明天要闯关 经济部的税平已经过关了 行政院同意大方向 喊话调降车价 让全民受贿 不过你调降车下 你降税的同时 要来聊一聊汽车产业 该怎么办 今天在部分媒体的 这个财经版面就说 进口车清门大户 汽车业担心会变成 华硬变成第二个华硬 11月的市占率 三度过半 危及到国产车厂 30万员工的饭碗 该怎么办 只剩下两个月 历史零版本 这个过关 克刚不知所云 高中东亚史难产 再过两个月 下学期就要开学了 高中历史第二册 到现在 克刚部分 没有任何的版本过关 中国时报说 那是因为你整个目标方向 完全不明确 当然大家不知道 要怎么编 不知道中心思想是什么 所以导致我们的孩子 导致全民受害 昨天双北达成共识 要来共同申办 2030年的亚运会 台北跟新北两式一体 场馆资源共享 要一起努力 来申办亚洲运动会 其实侯友宜跟 柯文哲关系还不错 双北是一直有 他们开会协商的 一个目标 两式的市长 针对申办 2030亚运会 也达成了共识 228的馆长被曝 50年前曾经杀老师 昨天这个新闻 有点吓人 说228纪念馆的 前馆长廖继斌 他指控说 现任馆长杨振龙 50年前曾经犯下 杀老师的命案 后来他自己也坦诚 他说我这几年来 一直为自己做错的事情 在做弥补 在懊悔 至于我是不是任 228馆长这个职务 交给大家来公平 天冷上腹痛 小心是心肌梗塞的征兆 温度低于20度 就要特别注意 而未来一周 北台湾 体感温度只有10度左右 都是凉凉冷冷的 所以要留意温度方面的变化 而长者跟幼童的 公废疫苗流感8号 已经准备要开打了 如果您符合资格的话 要做好准备 赶快去开打 毕竟季节变化 很多病毒是蠢蠢欲动的 时间7点57分 我们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收听 祝福您美好顺心 明天见啰 拜拜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